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想呢这个 当然台积电就是最红就是2奈米 矽光子跟什么所谓的一个FOPLT 当然FOPLT其实老实说投资者可以参照 这个我昨天在股市现场所讲的 就那些股票而已啦 那些股票老实说领导厂商 这个王博比我还熟 王博这个礼拜一把某一档股票开到涨停板 我很不爽 因为大家都没买 没买就算了 对不对 没买就算了 黄静子还打开来跟我讲说 你王博 因为其实说真的啦 就那一档股票我们就不讲是哪一档了 反正有兴趣你还看得到礼拜一的 这个股动前巢开盘的话 你就知道是哪一档了 我们就不多讲了 他不只FOPLT一批勒 他还有2奈米 他还有拉曼雷射什么 光谱检测营 对 那个公司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这家公司可以特别的关注 我今天我就不讲了 你自己想办法就知道就好 这家公司 我觉得未来很可能是 很可能是红硕 真的很有可能 他现在没赚钱啦 但是人家台积电就要扶植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王博最清楚 因为王博之前念这个北大的时候很清楚 不是北京大学啦 这个台北大学的时候 他们那些校友们都是 都是 应该说都是 那正好讲 都非等闲之辈啊 对啦 对 里面有一位 有一位这个台积电供应链的 应该说好几位 其中有一位肯定工链那个 做那个 做便当盒的 以前 以前没赚钱啦 对不对 做便当盒的 以前没赚钱 现在六百块啦 你这样会害我 我如果不小心回学校 然后他把我叫过去罚站 我们 我们 在做便当盒 不要卖我 对啊 所以那个 应该说这一些这个公司 老实说台积电就是扶植 而且那个 那个做便当盒的公司 以前是快要倒掉了 被人家告到快倒掉了 台积电怎么办 我出钱帮你做 帮你那个帮你保证啊 对 现在台积电真的是在扶植 在扶植这些公司 所以我不边多讲什么 本土化了 本土化了 那这边我就二奈米 我就随便点两党 我就随便点两党 这两党都已经 扶植起来了 因为他们都有赚钱 一党就是 滑锦店另外一党就是鸿康 那虽然滑锦店 我们讲过了 二奈米所需要的 微污染房子是更多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 那个线都很细啊 那个随便的一颗尘埃掉进去 随便的一个空气污染掉进去的话 塞住了 它就当机了 所以呢它现在需要的 那个说7奈米5奈米 4奈米3奈米2奈米之后呢 它需要的这个 基台是更多的 而且大家不要 我只出微污染房子设备 不是出一台少一台 不是啊 大家不要忘记了 维护叫做微运部分 你以为台积电工程师 有空帮你微运吗 没有啦 对不对 微运部分收了很多钱啊 然后呢包括怎么样 它本身84%都在做AMC 而且 最近传出一则新闻 但是我无法去确认是真的还假的 说它的竞争对手啊 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呢 明年呢 它的基台会进比较多 不过这个我无法确认真的假的 那就不管 反正台积电里面60%的AMC呢 都要跟华锦店买 然后呢 事实上它的毛利率高多少 一定要60%了 对 它上期完美已经60%了 所以 等到明年再拉 2奈米基台的时候 我相信应该是更多的 另外宏康 事实上宏康也是 我们长期在追踪股票 其实大家现在都只记得饭犬 因为饭犬很厉害喔 什么低温 低温原子层 哇 这个 邀访节目里面每个人都要告诉你 低温原子层长什么样子 我说真的 我说他背 长什么样子 管你屁事啊 股票会长就好了嘛 哇介绍好像真的一样 每个都是专家 说真的啦 只有曲博是专家 那我们不是专家 我都是跟他讲低温原子层 LTLD 低温原子层见度 那个是饭犬的专利 那他把2nm 还有一些什么 一些比较敏感的物质 这个 把他镀上一层膜 然后用他穿透视线 去检维镜去检查 那 这个宏康是没这个专利 但是宏康呢 他是亚洲最大的 半导体分析实验室 而且他赚很多钱 对不对 AI晶片完整解决方案 他抢下大厂订单 而且那下半年他已经跟你讲了 我的先进封装 跟FOPLP的故障分析 竟然增加 他本身其实MA 材料分析占了50% 可是他的故障分析也很厉害 你不要忘记了 所以FOPLP真的要起来了 所以你看到 其实这两档股票呢 我认为 可能就是长线 长线一点看待 毕竟我相信 这些都是 未来台积电供应链里面 这个翔楚 真的我们讲过 新印材这一类的 新印材在 在这个礼拜还刚创新高 对不对 你说本益比几倍 昨天还有一个朋友 我真的我不便多讲什么 因为到时候他看我节目又 又偷骂我 说他已经偷骂我 几年前跟他讲新印材 他跟我说 那骗质骗假 那时候120 130 那骗假骗假 昨天主动跟我讲新印材 跟我说明年有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我说我心里想说 你不是几年前跟我说骗假骗假吗 对不对 所以说真的很多东西啊 我们比别人早看到 非常久的时间 当然就是 很多 因为股价 慢慢就印证了 其实我当初150 160的时候 在那边讲 红硕的时候 也没有人理我啊 红硕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原大出报告 朋友把报告pass给我 我说 哇 这公司好极了 好的要命 我叫我会员买 一直报到现在 还没有出 对不对 就还没出啊 有什么好出的 所以呢我讲这些公司 当然呢 以一个长线的一个看待 应该是不错的 再来是老江嘛 对 对对对对 其实二奈米的工厂 我也补充一下啦 因为台积电讲说 它要盖七座嘛 盖七座工厂嘛 那盖七座工厂就一定怎么样 因为 当然它七奈米 五奈米三奈米的工厂 没有盖七座那么多嘛 所以盖七座工厂 我想二奈米这个未来一定是 这一些设备里面 如果说在二奈米的投资朋友 可以特别去做一个留意 因为这个业绩你看得到的 它不是说像 这个像那个COVA 现在业绩你看不到嘛 对不对 业绩看得到了 但是像你 西光纸啦 跟这个FOPF 都还看不到嘛 都看不到 对那我觉得 二奈米会先看到了 二奈米会先看 我们找这些会看到了嘛 所以从这样的观念 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上次也讲过的 为什么还要讲一次 老家要讲这个 因为双十一概念股嘛 那双十一来讲 这一次中国道路来讲呢 提前 一个月就开始怎么样 就开始跟你讲说 双十一已经启动了 所以其实整个中国道路来讲呢 双十一的这个概念来讲 已经开始在涨在涨了 那像我刚刚讲的历界科技 来 我们先往下看那个 有没有 历界科技这八天有没有 多少 涨了多少 涨了一百 一百 也许王博说 那公司 不不不不 我对任何的股票 我都没有那个 不会特别觉得 股票会帮你涨这么多 这代表是后面来讲呢 就是怎么样 有猫腻嘛 你看这个 为什么台湾的这些电商都没有涨 只有涨历界 因为这一次主要是在涨双十一 主要是在涨中国大陆 那它的这一个提前发酵嘛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的第一个 我们的那个来讲 那 这一个你看看历界科技大涨的 枉价大涨 都是双十一概念股嘛 那台湾在双十一概念股里面来讲 像这个 我们讲的宅配通 这礼拜五今天也涨停了嘛 所以这一个部分来讲呢 就是说代表他卖得很好 其实在香港 其实在澳门 这一次的这个 双十一的售价都很好 那在双十一之后 还有这一个我们讲的 圣诞Party嘛 那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那双十一台湾好像没有收费股嘛 有 就是怎么样 就是2230的泰猫 为什么 因为它刚刚跟京东 我一般取得它在上面 可以卖东西的一个权利嘛 听说这个订单下来 我有去拜访他们这个 酒品事业部复的一个负责人哦 一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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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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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就这样.. 接下來那個訂單真的是笑死人 所以我覺得說像這種 業績你已經看得到的 你想看看那個聯亞 第三季賺0.01 上半年還賠錢 要說明年要賺八塊 現在股價四百塊 那今年泰茂股價絕對是 賺八塊以上 明年會賺更多 那你買這個不是著夢踏實嗎 因為你已經看得到的 10月份營收今天是幾號 25號 我昨天去問他的時候 他到10月份的營收 他的整個酒品的 觀光酒品 就比上個月的整公司的業績還要來的 我昨天才去那個我認識的那個 買酒 對 我就是逛了一下 老江講的這個的確是 因為有一些酒 那個的確是有人在收了 所以我昨天去看一支酒 那個就跟我講說已經缺貨了 缺貨了 對 我本來要去買一支酒 就缺貨了 的確是有人在收酒 因為旺季效應來了 那你可以 其實來講 你可以等到它的這個營收公佈 你再進去買 那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這個部分你可以先考位先佈局 它的營收成長 如果用這樣去預估來講 大概會成長250%以上 而且接得下來還會更恐怖 那這個營收你都已經看得到了 它不漲 不漲就是你機會 其實你看到台積電的業績大幅度成長 大漲嘛 對不對 你看到這一個 我們講特斯拉的業績大成長 股價也大漲嘛 所以這個業績大成長 也許大家覺得說 R1可能不漲 但是我覺得 你今天如果認為股價大漲 是因為業績營收大成長的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佈局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講 它在儲能這個部分 上次它有發新聞稿就是說 儲能這部分還沒有接到訂單嗎 我跟你講錯 它已經接到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訂單了 而且這個訂單是我們台灣 也算是很大的公司 台灣儲能的龍頭 已經正式下訂單給它的 那它的儲能來講是有探權的 因為它的這個 它的所謂的它的一個儲能 儲能櫃這一個部分 是第一個有專利 第二個來講 它是防暴型的 那第三個來講 它是有探權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來講 投資朋友都可以去做一個留意 想到的重點是什麼 公司心態也偏多 因為怎麼樣 它要花險可轉戰 那另外來講 技術面打底打了一個11了 11個月了 會不會這一次的雙11概念股 所以打底打了一個11月開始發動 投資朋友可以去做一個留意 來我們來看它的技術現行 那你看綠界近期大漲 那太茂在去年的時候漲了五倍 那從去年的11月到今年的一個11月 都沒有漲到 這一個部分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我沒有把這一次的綠界科把它印出來 綠界科在大漲之前來講也整理了 將近整理了大概三十四個月 一漲上來 短短八天漲了多少 漲了100% 你看綠界之前來講也橫向盤整很久 所以像這種橫向盤整的這一些公司 第一個 來我們再回到那個太茂 第一個你買進去風險很低嘛 為什麼 它最低就是160嘛 那你買現在 比如說你要買162 那最低就是100 你的那個風險才兩塊錢嘛 而且這一種股價 你看這一種橫向整理這麼久的 我就跟你講的 買漏它走就漏了 它為什麼整理這麼久它不跌 不跌就代表什麼樣 它有它的獲利 它有它的業績會支撐嘛 所以這一種股票來講 160就是它的市場價 它就最大的一個支撐在這裡嘛 所以你買這一種 在這一種長期橫向整理 十一個月的公司 它的這個低價 第一個 它的一個順勢緩彈最多 可能就到180、19 那如果說 持續真的大家覺得它業績未來會大幅度成長 那往上上去 那就不得了了可能 去年漲五倍 所以今年可能不會漲五倍 明年會不會漲五倍 那個 我是很喜歡找這類型的公司 對啊 因為它只要一大量突破均線糾結 就是一大波 沒錯沒錯 對 而且最近當然股價比較弱勢 什麼又特別去查 一個不曉得誰很喜歡去借券 借券也借了很多 那我想說去借券來借看看 結果我都借不到 不曉得為什麼人家比較厲害 但是你去換空這一種 業績這麼好的去空它 我覺得沒有道理 你看它上半年就已經賺多少 上半年就已經賺了3.76了 那今年來講賺八塊錢就好了 那如果聯亞明年抓八塊 後年要賺二十幾塊 這個我不曉得 那它今年賺八塊都還沒有漲到 我覺得我就 在上次我跟大家講的 著夢踏實 在它底價最低的時候 我們去做一個佈局 接著下來公佈十月營收大爆發 公佈第三季的獲利大爆發 那這一種股價不漲要漲誰 那其實你買錯的 認為假設今天我講錯了 你的風險只有兩塊錢 但是你往上的 可能是有兩百塊的一個利潤 所以我覺得這一種投資朋友來講 有時候回過頭來去看一看 這一些有獲利真真正正有獲利的 那當然有很多人講說 賣這個酒的 我跟你講 有很多人就覺得 酒的毛利超高好不好 對 那為什麼它在那邊 能取得一個優勢 因為它一次把中國全五名的這個白酒 包括茅台 武良益 芬酒跟劍南春 五種酒它都是它的代理 大陸唯一一種的白酒 簡姓白酒 就是劍湖村也是它的代理 所以它用這五種白酒的一個組合 去跟這個京東或者跟去酒鮮王去 人家才要跟你買 不然人家 茅台人家自己買就好 為什麼要跟你買 你自己買你要五種酒 我一次給你五種酒 所以這個未來的一個想像空間會很大 它京東是可以賣到整個中國大陸 整個中國大陸酒的市場 你知道嗎 是幾萬億的一年 市場非常非常大 我跟他們那個負責人講說 我不用多 我只要佔它0.1%就好 連1%都不用 0.1%就好 我的公司這個業績來講 接了下來這個爆發程度 會超會大家的想像 那最主要來講是 我們那個以前那個 頭顧一個很有名的嘛 山領上完有誰能贏嘛 底部進場不贏也難嘛 那你在160是底部 那進場不贏也難 所以我覺得投資本 用這一個角度去看 著夢踏實 找業績很好 找這個很好的 在這個底部這邊 可以盡量去做一個 比較大量的一個佈局 漲上去180之後 你可以先出一點點 然後往上 如果它真的突破 像走去年那種模式 我覺得那個時候 喔 你就沒到你了 再漲五倍就很嚇人了 蛤 漲個五倍就800了 那以它的獲利 連亞第三季賺0.01就400塊啊 它第三季如果賺3塊 那麼漲到其實我覺得 所以也還好啦 對啊 也還好啦 對啊 有時候 股價還是要反映一下那個獲利 沒錯啊 沒錯啊 沒有去反映獲利 然後 不是股價有時候要反映獲利 股價最大上漲的力道 就是營收跟盈餘嘛 對啦 就獲利 你今天講說什麼 Covus 你應該講什麼 就是因為它未來業績會很好嘛 你跟人家講說 比如說聯亞 他也跟人家講說 喔 明年要賺8塊6嘛 對不對 你跟人家講說 喔 那就很多業績 賺錢也沒辦法 所以股價最重要反映的 就是營收跟獲利 對 有道理啦 而且酒這個產品 酒王柏非常有研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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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他一直把大摩那個 摩根史丹利搞成那個大摩15年 大摩18年 他不是只有酒而已耶 他還有我們現在最流行的 儲能 儲能 探權 軍工耶 這一些東西都要快要發酵了 各位都很快都可以看得到 對 這個的確大家注意 而且最近真的都是漲一些 業績股嘛 你說像廣達 鴻海之間都不漲 漲上來了啊 連偽創都漲了 偽創都漲上來了 今天我朋友買偽創的今天好開心喔 對啊 你看看 真的啦 有時候你 幾個月前在那邊講說那個 偽創老闆連續買兩個月的那個 股票那時候網友還笑他 王柏你在推什麼偽創 對啊 網友超看不起偽創 因為 廣達也漲了 對不對 廣達也漲然後那個鴻海也漲了 網友最看不起偽創跟技嘉 對 真的 結果最近偽創有稍微 技嘉其實也慢慢上來 其實也慢慢都慢慢上來 網友是很看不起偽創跟技嘉 不過現在看到 董事長都買給你看了 你又要記得 董事長買股票 你就跟著買 我是這樣子講啦 我是說 當初那個西西衛 老魏魏哲家買台積電的時候 你敢一起去買 對啊 你就賺翻啊 五六百塊的時候一直買 一直買 他直壓欸 他直壓去買欸 對啊 哇他幹幹欸 林憲明 林憲明都自己出來買了 對不對 而且還買給你看對不對 代表說他不會 再出來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代表他很看好 之前都講什麼 我們以前是高值利率股 現在股價太高 就對不起大家沒有高值利率股 他上次股東會這樣講啦 講完股價就掉下來了 對啊 真的是莫名其妙 現在買給你看 當然股價也要上來 而且 對啊 而且你看我今天要講廣達 如果廣達去突破前波高點 對不對 你不要認為很難 很快你知道嗎 現在先發我們來台語講的股價 這個就有了 股價就有了 用股價啦 不要再用股價 對齁 那個真的啊 你說廣達 當然我們主要是講廣達 你說創高你說 那個偽創看起來是不是 看起來是不是就便宜很多 對啦 有時候是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但當然 我還是認為啦 我是認為說 有些股票如果真的 好股票 真的便宜的時候 你就是要趕馬 只是說他什麼時候動 不知道啊 因為這一次真的是 就是先動那個COAS 先動矽光子 先動那個 散出型封裝 那這些 新的成長股上去之後 大家會去看啊 啊對啦 你要轉虧為營 對啦 你半年你要賺很多錢 啊對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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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一回頭看 你說廣達今年 沒賺錢嘛 廣達還是賺很多啊 你說偽創沒賺錢 你說洪海沒賺錢嘛 大家就會聯想到嘛 你說剛才老江講的太貌 對不對 22230 對 那賺錢啊 賺錢為什麼不動 大家回來看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好像這些也應該動一下 沒錯 而且 現在有個問題嘛 你說 量縮大家在觀望的時候 那個漲很多的 就容易怎麼樣 容易 往下 然後 那個高低位階的轉換嘛 有的資金就會往低位階來嘛 對不對 這個都是怎麼樣 都是那個 剛才 李快講的 這個都是廢話嘛 對不對 來看廣達啦 來看廣達 你看廣達那個營收創新稿 我記得喔 那個 在東森那個盤前啊 去 禮拜禮拜三 我去東森盤前 然後那個主持人是 陳明樂 樂樂樂樂 每次廣達營收創高 他問我說 股價有什麼不漲 然後我就跟他講一句話說 欸 營收創高股價不漲 對大家來講 不是很好嗎 就是你的好機會嘛 就是你的好機會啊 對 因為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好多的分析師都在罵廣達 營收那個 這麼好股價都不漲 我的看法就是覺得說 這麼好對不對 不然 買去隔代蔥也不錯對不對 人家說那個隔日蔥 我們有一個好朋友叫做 王順興 他說隔代蔥 買了一堆股票 現在都打算交給他女兒了 他說這個叫做隔代蔥 他砍掉了 他砍掉了 王順興就是 順興博 去日本善心的那個 然後 他有一個好朋友 我們外號叫賭婆 賭婆是去日本開心的那個 夭婆 王順興是去日本善心的那個 因為今年聽說都 因為壓寶的 沒有什麼表現 其實是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人就很神奇 這個順興博的股票 只要我認同的 就不會漲 沒有 都是倍數漲 華晨 對還有那個之前那個 華電 不是華電嘛 其實華電不是我們而已 華電老家也很熟啊 華電對不對 什麼博菜市場 大家都熟不得了 對不對 但有些 其實我就很難認同 不過 我說真的說不定他們是對的 因為他們去 他們去買殯葬股啊 我覺得我很討厭殯葬股 因為我覺得 我不要賺那種死人錢 你知道嗎 不過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那種 很老牌的 很老牌的那種投資 投資的想法 他們就買一堆 那就去買吧 好不好 那我沒辦法 我記得當時我跟他講 你怎麼不去買台積店 只是我覺得那天 我們在吃飯 在聊得過 我說真的他的財報 我真的是看不懂 王博是博士耶 我還不是耶 我看不懂就算了 不是啦 他的營收不可能會大幅度成長嘛 你就是這樣 沒有就是 有時候是 任列的方式 我真的 沒有可是有時候大家有時候在研究股票 忽然就忘記到說 到底誰是會計專業 誰是會計專業 我才是會計專業 趕快給他講 好啦 給他講 好啦 給他講 大家現在想下班 要下班 要下班 趁那個順心博 還在日本 我們趕快 原來大家想要趕快那個 交代一下下班 好啦 那個 當然是 那個廣達 不用講了嘛 就是廣達嘛 對不對 那個雲端伺服器代工 AI伺服器代工的龍頭大廠 這不用講 他跟輝達的關係超級好嘛 這個大家也知道嘛 對不對 那個 輝達的第一台超級電腦 就是跟雲達合作的嘛 所以 那個有革命情感啊 那個 有革命情感 通常都走得比較久 輝達好像也有跟 華碩合作超級電腦啊 第一台啦 第一台是雲達 第一台是雲達 可能第二台是華碩 第一台 革命情感 有革命情感走得久 沒有革命情感 對不對 那個 有一些那個厲害關係 就拆夥了 對 所以我們三個 算是有革命情感 對對對 我們不會拆夥 然後呢 他的強是強在哪 他通吃四大雲端服務業者 CSP的訂單 這四大就是 微軟 亞馬遜 谷歌 跟Meta 那最近大家在講嘛 講說那個 那個 微軟一直要 要那個 那個 那個晶片嘛 對不對 你看嘛 那個Meta也一直要晶片嘛 反正大家就是一直要 要那個 灰達把東西交出來嘛 對不對 東西要交出來 錢比較貴 比較貴 東西比較貴 沒關係 所以 以目前看來當然 當然 廣達就是 對啊 就是 後面沒有問題嘛 那個 八月營收創高 九月營收創高 所以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這種股票 台積電 股價創高了嘛 鴻海跟廣達 我看股價要創高的難度也不高啦 所以 如果你沒有買在低點的話 最好是 那個找機會 好 我問一下 廣達九月營收成長幾倍 成長多少% 我有 我們這邊有啊 對 多少% 我看一下 很小的 六點 月增百分之六點八十 沒有你泰茂多啦 我泰茂一百八十八% 我泰茂十月可能成長兩百五十% 對不對 對 都還沒去到你不覺得這個是機會嘛 有道理啊 對啊 那成長六% 我去泰茂買酒比較便宜嗎 沒有 因為那個酒都在中國大陸 在中國啦 你要買那個 那個 我以為你認識泰茂的老闆 不是 你要買茅台 五糧液 這個 分酒 你知道我 我的朋友是那個 以前啦 現在沒有 他是那個 那個 旅館大亨 以前 我們有一個朋友叫旅館大亨喔 然後 欸 不是高級旅館啦 不是那種小旅館 不是啦 是高級旅館 然後他看到我就說 哪一天我再遇到 你說我拿幾張券給你 你如果要來住你就來住 對 你要來Q片就來Q片 對對對 結果後來就 就沒有遇到 那你泰茂 如果你公司熟 有沒有一些優惠券 沒有了 他的酒都在中國大陸賣 他把這個台灣的高粱 清門高粱也是賣到大陸去 他在台灣這邊不能賣 這個是有地區性的 所以沒辦法 但是跟他買可能比較便宜 我下次問他一下 好 你要跟我講 因為 搞不好跟他拿那個高粱酒 會比較便宜 不是啊 因為你看嘛 第四季的也要過年了 也是要買一些放著 那個酒帶不進來 帶不進來 對啊 我最喜歡就是買酒送的 對 欸 我跟你講 酒喔 這幾年我買酒 沒有賣過錢 賺了很多錢 因為酒是越來越貴嘛 那酒送的也是最好嘛 為什麼 可以放很久都不會派 你買一罐酒更加快就說 哇 這個王婆桑 王婆桑 要買高酒才不會派 高酒啊 如果十多派那 那個什麼一兩兩派就派他 要買高酒 我現在買的都 我們拜託不要再說酒 要下班 要下班 拜拜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甚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打開 北星學現時期 伍髮 任何筋